我們其實就做完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把它串接清楚 這個OK了 然後就是說錄製完之後能夠WALK 那等於是今天的第二個部分OK了 書紐有分析表,第二個是錄製劇 那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你想說老師那到底它怎麼WALK 為什麼它可以把這些動作記下來 並且可以備執行 其實關鍵就是從劇期裡面 有個叫編輯的功能 所以你找到串接有沒有 按下編輯 那這個編輯實際上它就會去呼叫什麼呢 你那個Video Basic 實際上就是把程式打開來給你看 所以這有點恐怖喔 所以要很心理準備 因為打開就是程式嘛 按編輯喔 它會跳出來 那接下來一般習慣是請你把它放大 就這一串 那字太小呢 請你在工具裡面選項 找到撰寫風格 因為它9號字有沒有實在太小了 所以一般習慣我至少把它改成14號字 這樣OK了 那請各位看一下 你剛剛做兩個劇期 所以它的單位基本上是一個SUB 也就是一個SUB 其實就是一支劇期 那其實一個巨集就是一個紙程式的意思 就是VBA的一個紙程式單位 所以紙程式的話叫SUB 或者叫副程式 或者叫紙程式 那它基本上幫你放哪裡呢 放在模組裡面 OK 所以理論上 但目前你大概就知道這個結構 那頭是SUB 尾巴叫ENDER SUB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一支程式 那清除的話就是一支程式 有沒有SUB 清除 然後ENDER SUB 那實際上我們做了三個動作嘛 所以呢 接下來我是建議 請你在那個三個動作的程式前面加上註解 那什麼叫註解 那什麼叫註解 就是說 你就後面就程式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所以呢 我要怎麼改 所以請你把這個上面這些拿掉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 所以請你單一號開頭 然後STEP1我剛剛做什麼 我把游標放在12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邊自己打一下吧 游標放在12儲存格中 OK這樣 那至於這個要打什麼 你不一定要跟我打一樣 反正你打給你自己看的 而且你要想要打多一點字沒關係 所以你要打一篇文章在這裡 我也不反對 OK 反正就寫給你自己看的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寫得好詳細喔 因為我認為是重點的 可能就一點點 但是他認為重點還有很多 你可以把它記錄在這個地方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寫完的程式你會忘記 那可是你註解完之後你就比較清楚 所以我強烈建議以後寫程式一定要觸解 不然的話一段時間連自己都看不懂自己在寫什麼 有沒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尤其是年紀越大的人 越有這種問題 有沒有 前一段 我剛剛 有沒有 常常你們家如果老人家的話 我常常 我剛剛 我好像想到什麼 我忘記 突然他 就是 有那種私自的前兆 我最近看一本書 為什麼會私自 一個 一個日本人寫一本書 他舉了兩個重點 所以我建議兩個東西盡量少吃 第一個叫沙拉油 第二個的話就是 叫做 叫什麼 我突然忘記 糟糕 我不是吃 我記得了 叫反式脂肪 應該叫反式脂肪吧 OK 所以這兩個盡量少吃 所以我最近也盡量不要吃沙拉油 我都把家裡沙拉油全部丟掉了 OK 第二個的話就是 第二個步步 輸入公式 我把油標放資料 編集列 然後打勾 那個動作 我統稱叫輸入公式 OK 我是簡稱 如果你要寫詳細一點 沒關係 其實對應的程式就是這個 Active Sale 目前活動當中的儲存格 輸入這個公式 然後第三個就是什麼 第三個我做什麼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那個空點快點兩下 快速填滿 所以簡單叫向下填滿好了 向下填滿 公式 可以寫英文 可以寫英文 可以寫 因為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寫你自己看的東西 沒關係 你可以多寫 你可以少寫 你可以不要跟我一樣 沒關係 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是你喔 不是我 OK 所以你沒關係 你可以用你自己習慣的語言去 那 清除也是一樣 清除的話就是 所以三個動作 一 一樣是油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然後二的話 我記得 你不知道是什麼 Ctrl Shift Ctrl Shift 向下 所以是 Ctrl 我用縮寫 加上Ctrl Shift 加上什麼的 向下 然後再按Delete OK 所以 3 按 OK 所以最後的話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註解加上去 OK 當然註解這件事情 非必要 可是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加註解的話 你將來回頭看這些程式 你會看不懂 OK 那如果你加了註解之後 你會發現 哇 這個程式 好friendly喔 突然我都看得懂了 其實你是看得懂註解啦 其實你不是看懂程式 但是你可以漸進的 你藉由看懂註解之後 你就會慢慢看懂 它下面 所寫的程式 然後呢 慢慢就會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 就像我們學語言也是一樣 有沒有 常常就是 會那個 把 就是 語系切成好幾個 你可以 對照一下 看久了之後 自然就會熟悉了 OK 無論是哪一國語言 都有類似的 概念 其實學程式也是一種語言 你把它學熟了以後 你就很容易很直覺的 就可以跟電腦溝通 你要叫它做什麼 它就會自動按照你要的指令 去把你要做的事情 快速自動完成 比如說你要它跑一百萬次 哇 馬上跑完了 你要它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 它也會按照你的時間 只是自動幫你完成了 OK 那最後呢 你把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把它關閉 記得 最後 繳交的作業 記得 另存心檔的時候 瀏覽記得 一定要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OK 如果你沒有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你剛剛寫的程式就會消失 這一點蠻重要的 OK 因為我們現在裡面已經有VBA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如剛剛做完的結果 沒有存錯 沒有存對檔 比如說你存哪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有什麼差別 跟各位講第一個是沒有程式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選這個按儲存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你程式全部消失 而且救不回來 所以請記得把它改一下 啟用聚集的活頁簿 存檔 繳交 那就完成今天的作業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兩個 樞紐分析表 跟圖 然後第二個是 錄製聚集 加上按鈕 然後加註寫 大概就這樣 那下一次上課呢 我們就要自己寫VBA囉 所以變得難度就更高 但是我覺得應該會越來越有挑戰性 然後再來我們會換一些更大的資料 你會感覺 哇太好了 以後資料再多也不怕 OK 你會覺得玩資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馬上別人看不到的重點 你馬上就可以很快的看到重點 然後馬上就知道怎麼決策 而且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決策 所以大數據分析 這年代應該很重要 你如果不懂得去對大數據分析的工具做了解 你怎麼去做大數據分析 像最近今天的新聞吧 好像那個新政的台北市長說要取消 那個YouTube的免費 那個什麼付費 後來好像又煩了 又說不行 有沒有 為什麼他說因為大數據分析的結果 所以發現還是不能免費 因為如果免費大家都借不到車了 這也是啦 OK 好啦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著把今天的部分存檔 然後繳交到Model上面去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一樣我會把錄影的東西 影片放在Model上面 你們回去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除了複習之外 建議還是要多練習 對 抓到一些導遊 拉近人會不會有一點